大家午安今天天氣還是好熱啊 尤其呢在中午過後呢 今天主要受到高壓的影響 持續的增強啊 讓臺灣的大氣來的比較 不更穩定 因此呢過去啊 全臺的這個午後雷震雨 今天的範圍呢明顯縮小 來看看這個雷達回波圖 目前的紅色跟綠色的部分 大概在這個下午兩三點過後 在屏東以及高雄 小範圍的生成 使雨量最多在山區 來到三四十毫米 雖然部分的雨量還蠻大的 但是非常的小範圍 也因此呢 今天在中午過後 持續飆高温 四個縣市 包括在新北啊 苗栗嘉義以及屏東 都突破了三十八度 那麼明天比較類似的天氣 也同樣啊 就是受到了這個東南風的影響 大氣來的比較穩定 因此呢 在晨間夜間 大概就是台東跟恆春半島 在順風 這個迎風面呢 大概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不過午後的降雨呢 主要在山區 但是像過去呢 紅色啊 綠色這樣比較深的豪大雨呢 機會就來得比較小 但是大家這個就是小心 局部的大雨 主要限縮在山區 而在溫度的表現上啊 因為呢 高壓持續的增強 跟過去高溫的預報 三十六度 可能就有機會來得更高 高壓增強 包括從今天啊 到明天 高溫都來到三十七度左右 但是主要呢 就是南方的水氣啊 包括了在南海呢 有熱帶性低氣壓生成 雖然未來就算成為颱風 也不一定會影響到台灣 但是整個南海呢 整個大低壓帶 水氣來得比較高 不排除呢 從禮拜三啊 禮拜四會逐漸影響到台灣 除了午後震雨變大 那麼溫度呢 大概從過去的三十七 三十八 降到三十五到三十六度 而在中南部的部分 也同樣啊 在日一呢 這兩天大概高溫 是來得最高的 都不排除有機會來到三十六到三十七度 未來呢 在禮拜二啊 南方的水氣影響到 大概降了一兩度 但基本上在降雨之前呢 天氣還是非常的熱 要注意防晒 多喝水跟防中暑 未來整週簡單來說呢 就是高壓增強 這兩天大概是最熱的 那麼從禮拜二開始 剛剛所提到的外圍呢 這個水氣南方所受到的影響 未來從禮拜二開始 午後的熱對流 午後降雨有可能持續呢 再增多 以上是這一節的準氣象 將 姊 吳 吳 吳